专注带来篮球场上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2022的选秀大会已经正式结束了 因为今年比往年少了两个选秀名额 只有58个 所以对于那些冲击第二轮的球员们 竞争则更加激烈 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那些遗憾落选 却仍具备一定实力的人气球员 首先是优赛A的越南艺主将将尼祖赞 他在落选之后 直接收到了来自于爵士队的一指双向合同 将尼祖赞是去年疯狂三月 表现最棒的球员,没有之一 当时几乎靠着一己之列 将球队从最初四队一路下课上 带到最终四枪 可惜因为当年联合视讯表现不佳 行情从乐透区调到二轮出 所以决定重回校园 争取代理优赞A拿到全国冠军 然后再冲击今年的NB选秀 按照道理来说 毕竟相较于去年那个选秀大年 今年更容易脱颖而出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 将尼祖赞的表现没能再上一层楼 球队也在封三止步于甜蜜十六强 没能完成原定计划 这样将尼祖赞的选秀行情 还不如去年 在联合视讯和单独视讯表现不错之后 一度能冲击第二轮中断 可惜最终还是落选 不过拿到了双向合同的他 仍然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证明自己 同样拿到双向合同的人气球员 还有来自于路易三娜理工大学的小胖 Kennis Lofton Jr 这位上赛季场均可以砍下 16.5分、10.5篮板、2.8助攻的球员 从季联盟精英训练营 一路打到NBA联合视讯 就身高6尺7寸、201公分 体重达100公斤的球员 非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打球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也精进了自己的技术 虽然这种类型的内线 当下确实不太有球队敢于用 选秀拳去选择 他也没能冲进前两轮 但选秀大会一结束 就能收到来自于灰熊队的双向合同 也算对其能力和努力的肯定 将你祖赞和小胖作为落选秀的天花板 是靠实力拿到了双向合同 而今年的几个球星二代 在拥有人脉的基础上 战力也同样不足 例如来自于范德堡大学的 NBA公牛民宿皮鹏之子 斯卡迪佩佩Jr 就收到了来自于胡人队的双向合同 小皮鹏上赛季场均可以砍下 20.4分、3.6篮板、4.5助攻、1.9抢断的数据 是D1赛场上顶级得分手的存在 可惜身材短板太过于明显 选秀行情一直不好 这次可以拿到一纸双向合同 小皮鹏和他老爸也一度激动到流下了眼泪 至于前NBA球星老哈勃之子 Ron Hub Jr.也收到了来自于猛龙队的双向合同 这位罗格斯大学的大四生 拥有穿鞋近6尺6寸、198公分的身高 超过7尺1寸的臂展 身材标准 上赛季有着场局15.8分、5.9篮板、1.9助攻的数据 在多场比赛中打出过代表之作 在选秀大会前 小哈勃的行情一度有到第二轮中前段 但最终还是落选 不过他确实有能力未来在NBA站稳脚跟 除此之外 大鲨与奥尼尔之子史维弗·奥尼尔虽然做过心脏手术 但靠着努力 如今也得到了一份来自于胡人队的夏季联赛合同 据史维弗说 他的老爸其实不太同意他今年参加选秀 但史维弗决定这次自己拿主意 另外来自于北卡大学的运动版TIMI Bradyman Nick 也同样收到来自于黄冯队的夏季联赛合同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